在苗栗有位女车主 她今年三月花了将近十万元 买了一辆全新的意大利进口的机车 结果她后来发现 她买到的不算新车 是2014年三月出厂的 但是车行当时却没有告诉她 消保官特别说了 其实车商是有义务要告知车主 车子的出厂年份 橘色烤漆拉风复古的机车 是车主今年三月份刚买的新车 只不过这台刚进的机车 却不是今年新出厂的车 让车主觉得被骗了 我买的车我现在是105年三月份 你为什么行造上面是104年四月 所以这分年这就是104年的车 那到现在应该是快一年了 牵车后车主发现 行造上出厂年份是2014年四月 车商没说清楚 买家也一头雾水 而其实不管是买机车还是买汽车 都会遇到年份年事的问题 仔细看 如果是2014年9月以后出厂的车 就叫做15年四 而2015年1月出厂的车 改叫做正15年四 而正15年四 有些车子会稍微小改款 或是升级配备 15年四还是正15年四 影响大的是中古车价 还是要以行造商为主而已 对对对 只是差到差哪里就钱了 会有差到一两万块两万块这样子的行 销售员没有事前告知车子出厂年份 车主买车后才知道自己买的不是新出厂的车 中方谭布朗气得告上小宝丸 买新车还是买中古车 记得多问一句出厂年份 以免往后卖车影响价格 闹得买家卖家不愉快